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数位星号处理器 在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part 我们将教大家如何来实作 我们的计时器中段 我们首先要执行一个专案 那这专案的执行步骤 我们可以去浏览范例程式的这部分 那之前有提过 我们可以去这部分 进入Ctrl Suite里面 下面有一个选项是 Devices 下面有一个系列是Piclo F2802X0 下面有一个Code Examples 下面有一个CPU Timer Direct Register Access 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打开 然后我们点选 汇入就是Import 我们的Project 那这个专案目的 我们主要是希望来看 到底我们是否有正确的执行 我们的CPU中段 也就是说我们固定的CPU 计时器的时间 我们就会去中段服务程式里面 去增加我们的变数值 然后透过这些变数值的增加 我们就知道说 的确我们有进入到这个中段 所以它的技术值才会变化 这个变数才会变化 好那主要是我们透过这三个变数 分别我们这边设定三个CPU Timer 分别是CPU Timer 0 Timer 1 Timer 2 然后这边是它的变数 它这个变数是属于它 资料结构中的一个变数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变数 每进入一个中段 覆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会加1 然后我们去观测变数的地方 我们去看这个 这个变数值 看它是否固定时间 它就会加1加1加1 那至于说它多久时间 我们就可以去任意设定 我们多久时间 要进入这个中段一次 例如我们可以分别设定 我们Timer 0 多久 要进入中段 可以设成1秒 2秒 都可以设定 好 所以这边提到这变数是我们 Timer的资料结构成员 用于测试计时器的时脈 好 那我们主要来开启 这一个计时器的范例 我们来看到这个计时器 好 CPU Timer 是它主程式 好 主程式在这个地方 好 Example 2802X0 CPU Timer.c 它的主程式 我们打开这主程式 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它这边会做一个 中段副程式的宣告 然后这边是 等一下我们会去实作的 好 就Timer CPU Timer 0 CPU Timer 1 2 的中段服务程式 然后在中段服务程式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三个 Timer 0 1 2 它里面的程式很简单 只是做一个 刚才把那个变数做 加1的动作 加1的动作 中段加1 好 其实这边各位 注意到一件事情 好 那这边 特地提醒到 它加1完之后 它下面有一行指定是 PIE CTR IREG 主要是那个PIE CCK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PIE X 这个讯号 它后面填入这个 只是PIE Ax Group 1 那这PIE Ax Group 1 它只是1 也就是说 当我们 如果进入中段服务程式 Time 0 这进去之后 我们必须要把 刚才那个 AQ 那个信号 怎么样 清除掉 然后刚才在PIE-ACK那边设定有讲过 你要清除掉是怎么样 是要写1进去 所以这边是PIE-ACK底线group1 它的值是1 刚好去可以清除掉 就是写1才能把那个ACK那个位元清 那个讯号清除掉 而不是写0 这边特别注意 等于说要做清除 因为这样清除之后 你这一根讯号才会变成0 后面的其他周边的中断 才有办法使用到这个CPU中断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就会被它一直霸占住 其他周边中断 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CPU中断 接下来我们这边 看到我们会做一个系统的控制的初始化 那系统控制初始化 我们来看一下 这指令在这个地方 它里面写什么呢 主要一开始它会去除能看门狗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程式当中 我们先不会启用看门狗 因为看门狗的话 我们就必须定时的去填入55AA这样的区域 去清除看门狗技术器 但是我们并麻烦 我们就直接把它除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就是很简单 我们就是透过WDCR的设定 来把它除能掉 可以去对应一下这个WDIS的BIT 它设定是1 设定1就是除能 接下来我们让一个韩式是INTOSCE select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Timer的时迈上 我们时迈输入 我们OSC的时迈 我们选择OSC1 给它内部的Zeno input的这个Ostator 这时迈输入 它里面是10MHz 内定是10MHz 所以你看看它这里面的一些指令 就是我们去看 它就是选择做这些设定 好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它OSC1 它时迈是 这边 透过这个BIT的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说 它到底 它是从OSC1进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里面有一个这个 Init PLL 就是说我们去 去粗食化 PLL这个电路 好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 粗食化我们的System Clock Out 好 它计算方式是说 我们这边看这两个变数值分别10跟2嘛 它计算方式来看说 我们如何来算我们的System Clock Out 好 因为我们要用CPU计时器 计时器 所以我们 这个计时器 当然会参考System Clock Out 当机频嘛 好 然后来 来 来出频 所以System Clock Out这个频率就是我们会 需要知道的 这样我们算出来才会准 然后它System Clock Out的频率怎么算呢 就会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OSC Clock 除上刚才那两个变数值 来决定 好 所以因为这边我们刚才设一个是10一个2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这个公式 来计算出 CPU Clock Out的频率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如果设10跟2的话 因为OSC 1是10MHz 所以 所以算出来结果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字 50MHz 等于System Clock Out是50MHz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主程式 MAM.C 好 我们必须清除所有的中段 跟PIE的 向量表 所以我们 而且我们必须 粗能CPU的中段 所以我们用这指令 DINT 好 这DINT在它的Project里面有翻例 有 里面有提到 它有定义 DINT到底什么东西 其实它只是去 好 把那个INTM 那一个 好 那个Mask 把它写成1而已 中段粗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下一个指定是 去初始化PIE的控制 好 这里面包含了一些 好 PIE的控制三成器的设定 好 里面看到里面 它的设定包含这些 好 主要是把它写成0 好 把所有的 那个PIE IER 跟PIE IFR 的起标写成0 好 接下来我们去 再做一次我们 把CPU层的智能跟起标 那写成0 好 先做一个初始化 好 确保 好 不会误动作 先把智能先清除掉 而且把它起标也先清除掉 避免之前左流下来的东西 导致中段的误判断 好 那接下来我们会去初始化 我们PIE 好 向量表 那这向量表里面我们就会去填 好 就是连结说我们这个 在写之前我们必须有这个 这个 这个 Allow的动作 代表说这些暂存器基本上是有保护的 我们下这个 Allow指令之后 我们才能做写入的动作 一旦写完之后 我们再下一个 Edit 这个指令 代表说再把它进入保护 的状态 好 所以这边是要 将中段服务程式 对应到PIE的中段相当量表 好 以致说我们之后 如果我们要 执行中段服务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会 跳到我们的 服务程式里面去 来Run我们要的 程式嘛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会初始 我们CPU Timer 好 他初始的话 他包含这些设定值 主要是我们初始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 Timer 好 那个刚才讲过 TSS代表是 要 启动或是 暂停 那设成1的时候 就是代表停止 好 不要让它Timer启动 好 把其他东西都先填完 包含我们的PRD的值 好 我们都设定完 好 初始值 好 初始的时候我们要下TRB 让它reload 计时器的暂存值 好 记得初始值的时候 好 在计时器的要停止 而且要重载 好 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怎么设定 CPU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这边指定是说 好 我们透过这个指定来看 那这个指定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边下参数 CPU Timer 0 CPU Timer 1 跟2 后面有两个因素 分别是50 跟10的六四方 这边50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 System Clock Out的频率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是50MHz 所以这边是设50 那后面10的六四方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来看 怎么得到的 所以我们进入这个 Config CPU Timer 里面的副程式 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必须让CPU Timer 计数 好 那计数我们必须把那个 PRD 填个值嘛 PRD ALL 填值 那这个PRD ALL的值就怎么样 就是把 刚才50MHz 乘上 我们要数多久 所以它还是50MHz 乘上 这个 10的六四方 好 就可以知道说 它到底一秒钟 好 因为50MHz 它MHz 就是10的六四方 所以得乘上10的六四方之后 就可以知道说 它一秒钟要数多少 那简易目的是说 这个技术其实从零开始数 所以这个 这个PRD 的值就简易就好了 好 另外这个 这个 TPR TPR 跟TPR 是我们计时器的出频因子 因为我们知道计时器前面有个出频器嘛 它出频因子是怎么样 是 是这公式 因为现在是1嘛 因为我们现在填0 那出频因子是怎么样 是把这个值 0加1 那0加1 就是1嘛 也就是说我们计时器的实脉 是跟我们System Clockout 是一样 没有做任何出频 好 所以这边填0的话 填0 那加1 就是我们出频的因子 那是1 那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出频 也就是说我们的 计时器的实脉 就是System Clockout 加上后面的设定 我们是50乘上16之方 也就是说 我们的指定就是怎么样 它设定1秒钟 好的时间 好 那计时 技术式的周期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公式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TPRH 是0嘛 所以0加1.1 那后面TIM跟 TIMH跟TIM加1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50乘上16之方 因为它是-1 再加1回去 就刚好50乘上16之方 它除上System Clockout 就是1秒钟 所以刚才那样设定 就代表的是1秒钟的时间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 计时器还是怎么样 还是除能 因为TSS还是1嘛 好 计时器再重载一次 reload 好 中断智能 比如说我们 CPU Timer的Interrupt 我们必须先智能 这准备要进入 开始Run程式了嘛 所以我们先 智能它 好 智能完之后 我们就这样 清楚我们当时要观测变数 避免到时候我们读错 好 最后我们要开始Run CPU的Timer的时候 我们继续怎样 把刚才的什么 TSS 设定成0 代表启动Timer 好 所以前面先做一些设定动作 先把前面TSS 先设成1 代表先Timer先不要跑 先把暂程器都设完 然后最后怎么样 Enable我们的Timer的中断 最后步骤再怎么样 去启动Timer 就是把TSS设成0 就可以启动Timer 好 最后再把后面开关 可以Enable 就是CPU成的那个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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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1 INT13跟INT14 因为INT1是CPU Timer0 INT13是CPU Timer1 INT14是CPU Timer2 去Enable它 好 然后Enable完之后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会启动PIE的IM INT1.7 好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中断向上表里面 这边我们 Timer INT0 是对应到INT1.7 好 所以这边必须要去启动它 最后步骤是怎么样 再把 中断INTM 这个中断的Mask 射成0 启动 整个CPU成的中断 好 这是启动 即时模式下的中断 好 最后停在这边 好 写个Fore圈停在原地 好 那我们程式如果 执行之后 我们进入Debug 模式 那记得我们这边 要进入Debug模式的时候 好 我们看到上面 有两个小Icon 好 这边要按下 好 按下 按下之后代表说 我们是启动了Real-Time Mode 好 StateCon Real-Time Mode 即时的模式 好 这个动作要做 这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画面 好 各个同学你就不用管它 按 是就对了 那然后我们去观测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要观测的变数 好 把那个Watch 的视窗打开 加入我们要的变数 就是我们讲的 刚才那几个 CPU Timer 0 Interrupt Count 那个变数 那记得 右上角这边有个 有个按钮 按下去 代表是 它会Refresh 连续的Continuously Refresh 好 这个值才会一直变 好 它会每过一个时间就加 那那时间就代表 我们刚才设定了 如果我们刚才设定是一秒钟的时候 它就会过 一秒钟就加一 好 那我们刚才设定五十十六四方 就是一秒钟的单位 如果你要设定更多 那当然很简单啦 就是只要把那个数字改一下 好 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叫我们换算公司 你可以把那数字换一下 你就可以变成两秒钟三秒钟 很方便 好 所以数字每秒加一 当然你可以调不同的时间嘛 不同的频率 都可以 各位同学 在这个单元最后 我们介绍了我们的实作部分 那我们介绍了CPU中段 然后我们可以用 CPU Timer 来计时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控制说 我们每一秒钟或每两秒钟 我们变速加一 然后这样的功能就可以在于说 我们之后 如果要控制一个东西 我们透过CPU Timer的中段 我们可以固定时间 去取样一个感测器的数值 造成固定时间取样的功能 所以CPU Timer中段 在我们真正控制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真正控制上是非常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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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